气的大 Bon App", 我的头些 我还没拒绝 你会拒绝 我散开 我已经 回事了 你还没想到 你会拒绝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诚哥 该说的我都说了 之前没跟大家说 是因为分手都已经一年了 在我这儿过去很久了 没想到还带来这么大麻烦 还影响到你 我又没怪你 你干嘛摆出这副表情啊 我是觉得我才刚到战队 还没做出什么成绩 就先惹这么大麻烦 而且昨天还是跟老K双排 本来还想趁着这个机会 跟他搞好关系的 可是昨天这波操作 他好像也不是很高兴 不至于 可是我听小胖说 你从来都没有过负面新闻 第一次因为这种事情上枪头 我真的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你一个女孩子来打职业 周围都是男生 难免会被人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我以为你早遇了头 我是有想到 可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等他们新鲜交都过去了 剩下留意的 就会是你的成绩和实力 最快大概就是全国冠军争夺赛的时候 不过前提 是你得上得了场 我发誓诚哥 我一定做得到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扛好大饼的 保证你紫色满糖 怎么了 诚哥 你眼睛怎么红了 没事 毛毛过敏 老公绯闻是真的吗 我不开心了 我拨动了 我要取消订阅 粉转路人 你粉丝又问你啊 你自己没手机啊 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他们说的话 他们很多都是瞎说的 并不是你谈恋爱了 他们就不爱你了 在粉圈 粉转路人 路人转粉 这是很正常的事 之前有人说看见你和诚哥手拉手逛街 我还不信呢 好气啊 这就成了 这一夜 我失去了我的老公 也失去了我的老婆 这种奇怪的新闻果然还是出现了 有点担心你 作为唯一的女职业选手 不要倒在这种最开始的时候 小姐姐 怎么了 你看啊 正说我和你手拉手逛街 他们造谣都不用付成本的 我明明连你的手都没有碰过 现在碰过了还委屈吗 你的猫要被你累死了